嗨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的话想跟大家聊三个健康方面的迷思 也是宅在家的这三周吧 我真的在这三周里想了好多好多有关于生老病死方面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在健康方面走过的一些弯路 就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 如果能避开的话就避开这些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要轻易的尝试断食 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多非常红的一些fasting一些diet的那种教程 比如说16比8就是你在8小时之内集中进食 然后在16个小时的时候空腹的状态断食 还有就是生酮饮食 生酮饮食就是摄入非常少的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搭配大量蔬菜和蛋白质非常低糖的一种饮食 还有5-2清断食就是5天之内照常三餐 那两天呢摄入不超过600卡路里或者女生不超过500卡路里 非常严苛的那种结石 其实这些结石啊diet啊这些 如果你看它的那些instruction就介绍 还有它的一些背景的调查知识的话 你会发现它很多都是有还蛮丰富的一些理论根据的 包括一些实验室的数据啊 并不是那种江湖郎中一拍大腿想出来的那些 但我想跟大家说这些结石它大部分基于的实验对象都是男性 在女性身上进行大规模实验的几乎是没有 而且是男性跟女性的生理结构是非常不一样的 有非常多的研究表明在男性身上使用的非常效果好的一些方法 在女性身上打了很大的一个折扣 我也有一些朋友她尝试过比较严苛的那种五二轻断食是一个女生 她说她只要一尝试五二轻断食 她的姨妈就会立刻不准就会提前或者延后 而只要恢复饮食了呢 这些就会完全的恢复正常 我为此还特地做了一下功课 就是我们女性的一个生理周期 其实我们女性生理周期大家都知道都是分28天嘛 到了那个你的第三个周期就是黄体期的话 如果没有摄入充分的营养会给身体造成不小的负担 有可能你该来大姨妈的时候就会延后 当然我不是要全盘否认这些 对经过在实验室来科学家研究的那些比较时髦的饮食方法 我并不是想全盘堆翻 只是想跟各位屏幕前的女生说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如果你试下来觉得一切都OK的话 就没有对你身体造成任何影响 你可能是适合的 但是如果你试下来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 一段时姨妈就不来 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你要谨慎其间 第二个迷思 护肤品到底有效果吗 这个迷思也是我自己长久以来的 我就是在毕业之后 自己开始赚钱之后 因为我也是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嘛 所以我没有什么额外的开销 我不需要付房租 水电 煤气 物业费这些我都不用出 所以我基本上属于那种赚钱买花袋的 毕业开始我那个时候会把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薪水 全都花在护肤品和彩妆用品上 多年的商业薰陶也是我坚信 精华涂在皮肤上的那一年 就是你的皮肤年龄定格的那一年 我是对这一套深信不疑的 跟大家聊过我曾经用过大量的护肤品 就是为了让皮肤看起来好一些 市面上除非那些特别高端的贵妇级别的我没有用过 市面上你能看到的护肤品的系列 我基本上全部都用过用下来的感觉就是越用皮肤越差 当然那时候我也是不信邪的 我就觉得啊 我肯定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 所以我的护肤品呢 从那种欧美系 雅士兰黛那一路的 换到了日系 资深堂那一路的 再后来换到了一些成分档 就the ordinary那一些的 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用的时候 又会恢复原状 我一直怀疑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就我也是严格按照一系列的护肤流程 洗脸 爽肤水 精华 面霜等等等等 就做的已经 我觉得就是巨细迷遗 能做的都做了 那砸下去的钱也是花了很多很多 为什么皮肤会越来越炸 曾经有一度 我真的觉得我的脸就不涂粉底液 遮一下的话 就这一块红那一块红 简直是没办法见人了 而且已经超过30岁了 还会长那种成人痘 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我非常困扰的一个阶段 就是我在护肤上花费了太多的精力 太多的钱 直到我跟大家聊过 我做过一期叫减法护肤 然后减法护肤那本书也是我偶尔之间发显的 语经乌龙一写的 自从践行了它的减法护肤之后 我真的就可以 虽然我不敢说跟皮肤多好的人比 但是跟自己比 跟自己几年前比的话 效果好到 我想给这个作者去写一封感谢信 顺便打点钱的地步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我曾经在想 我如果把那些钱省下来干别的事情多好 我为什么会在护肤 在美妆上花那么多那么多的钱呢 大家可以看我现在 我也是没有涂底妆的 我只画了眉毛跟口红 虽然我知道跟很年轻的女生 或者说跟皮肤很好的女生 还是有差距 但是跟我之前比 我真的就是阿弥陀佛要烧香的地步 反正这本书给我的感觉 不光是替我省钱省时间 更多的程度上是给我带来了某种程度的自由 再也不用想着 比如说出门的时候 我再也不用拿整整一个大型的洗漱包 装满我的瓶瓶罐罐 还有面膜之类的 再也不用想着防晒没有涂 精华没有涂 这种思想上的负担一旦真正的没有 我真的收获了自由和轻松 当然我知道我这番话肯定是有很多女生不服气的 我没有任何的意愿想跟你们争执的意思 完全没有 就大家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路 分享这些只是因为我希望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孤单 不是为了要去说服任何人 如果对减法护肤感兴趣的话 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本书 或者如果你不想看那本书 也可以点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全部都是自己的亲身事件 一点都没有夸张之类的 第三个迷思就是一定要使用牙线吗 对一定要使用牙线 牙线的重要程度 照一个很有名的牙医的话说 就是如果你想保留这颗牙齿 那就请你在它跟另外一颗牙齿之间使用牙线 我们牙齿当中有一个牙银跟牙银之间的 那个三角区域的位置 是不管你用什么牙刷 你用的普通牙刷也好 电动牙刷也好 都是没有办法清洁到的 所以一定要使用牙线来进行清洁 牙线的使用 其实很多人撕拉出那么一点点牙线 然后就开始清洁 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 牙线起码要拉到一个胳膊那么长 才能有效的清洁你的牙齿 你每用一个的话就要换一个地方 这样才不会把原先的牙群斑 又带到新的牙齿当中去 那我这里有一个专门教大家 正确的使用牙线的视频 我会把它放到我的show notes里 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开看一下 如果你的牙齿是属于比较健康型的 然后牙龈也是很健康 就是那种把牙齿包得紧紧的 那一类的健康的牙龈的话 那你只要使用普通的牙线 清洁力就足够了 如果说你像我这样 就属于牙龈有一点萎缩的 有一点退化的 牙齿跟牙龈之间的缝隙有一点大的 又或者像我这样有过bridge 就是牙桥 又有过种植牙的 又或者呢 你有一些牙周方面的疾病 或者你是在带牙套的话 那我就强烈推荐大家 再加一个使用 再使用一个就是水牙线 那我是属于资深牙病患者 所以我试过的也比较多 我试过这两款 这款是属于那种喷式的 它的优点是水压比较大 所以它需要的水并不多 比较好拿很便携 你只要把这个嘴放在你的牙齿跟牙齿之间 先摁一下 它就会以非常强力的那种水柱 啪一下 就把你的牙齿跟牙齿之间脏东西给喷出来 它的缺点就是我觉得清洁力还是不是很强 也没有办法去除牙菌斑 另外呢就是怎么讲 它那个喷嘴啊 压力实在是太强了 如果你一个万一就是没有对准 或者手抖了一下 然后让那个水柱喷到牙龈上的话 真的是蛮痛的 甚至我有一次不小心就肿了起来 就喷了一个水泡出来 所以这款的话使用感觉 我说句实话不如水牙线 对Waterpick的 最便宜的好像一款 价用的一款GS10吧 这款我用下来是 虽然就它稍微跟这款比的话 稍微笨重一些 你可以看它的水箱很大一个 然后可以装很多水 它是那种一直流的那种流水型 用完这款之后 我再用牙线进行清洁 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清不出什么脏东西来了 去除牙菌斑的话 的确是水牙线感觉效果要更好一些 另外的话 如果你有一些牙周疾病的话 你可以用这款 像我这种有牙桥的 我就会选择用这款 它可以伸到你的牙齿里面 进行一个彻底的冲洗 我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有种植牙 有牙桥的朋友 医生也会嘱咐你们 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清洁 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清洁的话 如果你在有种植牙 或者有牙桥的地方 一直卡着脏东西的话 日积月累 那个地方就会发炎 如果反复发炎的话 你的牙齦会进一步退化 说不定你种植牙 打进去那个钉子的地方会暴露出来 时间长了 甚至种植牙的寿命也会大大的减短 所以这也是我的牙衣 推荐我用的 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 需要纠正牙齿戴牙套的朋友 用牙线的话是不太方便的 肯定会被勾扯到 这种时候还是要用水牙线使用感更好 它也有缺点 它的缺点就是首先拿着比较重 装满水的话还蛮沉的 另外的话就是刚开始你没有经验的时候 你可能会喷的到处都是 就像我 它需要你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你要在牙齿和牙齿之间顺滑的移动它 要练习几次 所以我建议刚刚开始使用的朋友的话 可以考虑在洗澡的时候 冲淋浴的时候使用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 就不管你是用水牙线也好 还是用喷式的那种也好 都不能替代牙线 就是一定要用牙线 那市面上的那种牙线棒呢 其实我不是很推荐 首先它是有一个很长的那个塑料 对吧 你用两次那牙线棒就要扔掉 不知不觉造成一大堆的塑料垃圾 另外的话牙线还是可以包覆式的清洁 这个是牙线棒做不到的 牙线棒唯一的好处就是有些小孩 他嘴可能比较小 你那个牙线拉不进去的时候 你可以考虑用牙线棒 其他时候我都觉得用处不太大 这款Waterpeak水牙线的话 今天就为大家争取到一个优惠的优惠券 我会把这个优惠券放到我的show notes 或者我的置顶评论当中 还是那句话大家按需购买 理性消费 爱护牙齿 从很早很早就可以开始 如果你像我之前一样 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照顾牙齿 那从现在开始也不嫌晚 有一口好牙的朋友 我真的建议你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比如说去旅行一下之类的 因为真的是给你省了一大笔钱 好了 今天的关于健康的三点迷思 就都在这边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按一个赞 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讨论的 或者你有什么感兴趣的内容 都不妨留言告诉我 可能顺手关注一下就更好了 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 那我们下周三再见了 拜拜 拜拜